深夜翻看朋友圈 发现许久不联系的一位朋友 发了宝宝照 这才惊觉 原来有三年没与她联系了 这些年 我错过了她的恋爱 婚姻 如今也错过了 同她分享新生命诞生的喜悦 而我与她又何尝不是如此 这几年 我换了几座城市 谈了几场恋情 都未曾再同她提起 当年发誓 要做一辈子好朋友的我们 如今也随着时光的流逝 淡了感情 想起那句话 你发的最后一句消息 我忘记回复 从此 我们就默契地不再联系了 人与人的关系 有时候 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松散 想起那个问题 一个人不联系你 也不拉黑你 原因到底是什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 人生有两种不联系 一种是忘记了 一种是放在回忆里 至于不拉黑 大抵是想不起来 也无必要 时间久了 自然就忘了 想起读高中时 身边有不少关系 很好的朋友 我们谈天说地 畅想着未来的场景 许诺者无论走到天涯海角 关系永远不会变淡 那时的天地很窄 窄到我们误以为 那个瞬间能持续到永远 后来 我们如愿读了大学 很幸运的是 关系却并没有随着距离的 拉远而转变 那时候 我们就像我在他乡 挺好的中的四姐妹 虽偶尔争吵 却也挂念彼此 可谁也没想到 再到后来 随着课业的繁忙 圈子的更迭 那些曾经说好共度一声的人 随着毕业后的繁忙 慢慢就少了联系 他结婚的喜讯 你是从朋友圈得知的 他有了宝宝的消息 你是从别人口中获取的 至于你 你交没交过男朋友 换了几份工作 现在过得好不好 他也全然不知 原来 之前同你畅想未来的朋友 可能毕业就分道扬镳 先前说好共度余生的友谊 也许某天就烟消云散 有的人 走着走着就散了啦 有些感情 处着处着就淡了 那时才真正明白 原来 真正的送别 没有长亭古道 没有劝君更进一杯酒 就是在一个和平时一样的清晨 有的人 永远留在昨天啦 重庆森林里有句台词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每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 秋刀鱼要过期 肉酱也会过期 连保鲜纸都会过期 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 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听来虽觉悲凉 但世间情意大抵如此 你也许还记得 前阵子 吴奇隆在一档综艺节目上哭了 当时逗笑问他 其实那天你在车里对我说 你只是想念你的朋友 我很想问 曾经跟你一起走这条路的朋友 他们现在人呢 没想到 吴奇隆突然哽咽起来 痛哭而不能自已 平复情绪许久后 他才缓缓说出两个字 珍惜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32年前 吴奇隆 苏友鹏和陈志鹏组成的小虎队 正式出道 一出道就站在了巅峰 那时候 三个人经常一起演出 台前幕后互相帮助 其中年纪最大的吴奇隆 充当起哥哥的角色 时常帮两个弟弟带早餐 鼓励他们 未来一定更好 那时的他们本以为 这个组合 可以战胜岁月的错谋 三个人的关系 也会像出出道时紧密相连 但谁也没有想到 随着三人人生规划的不同 三人的关系 也在慢慢抽离 1991年 苏友鹏考上了大学 陈志鹏应征入伍 小虎队不得不暂时解散 解散前 三人同台歌唱一首 《放心去飞》 取位中 累两行 再到后来 即便偶有交集 但三个人的关系 早已不复如初 再次出现在节目中 抱头痛哭的难舍难分 被礼貌地点头打招呼所取代 先前紧密到 好似一家人的友谊 也如抽丝剥茧般 慢慢变淡 年岁见长才知道 原来相聚需要缘分 分开才是自然而然 以前总觉得 遇到一些人 总得轰轰烈烈地告别 才算分开 等真正分离时 才知道 有些分别 无需多言 莫不做生地疏离 足以为这段感情 画上句号 这本就是一个 喜欢说再见的世界 只是我们 要用很长的时间 接受别离 前两天 同事给我们 讲了一个小故事 他说家里的堂哥 最近摊上了事 生意周转 出现了问题 堂哥便卖了 几乎所有家产 去救急 可还是差十万块钱 那阵子 堂哥不得不拉下脸 走街串巷去借钱 其中有个人 是堂哥从小光屁股玩大的发小 当年发小家人 声定缺钱时 堂哥想都没想 给他凑到了一笔救命钱 堂哥本以为 冲着这份雪中送炭的情意 好歹也能借到钱 可无论他怎样磨破嘴皮 对方都是一句 我没钱 走出发小家门 堂哥本想说 没有三五万 借个三四千 应应急也行啊 却不曾想 消息 却再也发不出去了 原来 他被对方拉黑了 我不知道那一刻 堂哥的内心做何感想 只知道几十年的友谊 抵不过几千块金钱的考验 着实可惜 也许回忆起多年前 他们会怀念当年的两肋插刀 但经历的事多了就知道 原来 人是会变的 那些你曾是做挚友的人 也许会在你危难时 离你而去 同事也跟我们感慨说 真正遇到事情 才能知道你教到的是人是鬼 但这件事也有后续 就在堂哥走投无路 打算关门大吉的时候 一个合作了多年的伙伴 打来电话 说愿意帮堂哥渡过难关 对方说 合作多年 他最看重的就是 堂哥身上的踏实和肯干 就这样 堂哥的生意转危为安 他也通过这件事 告别了一个朋友 结束了一段友情 山河故人里有句话 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 迟早是要分开的 有些分开 你早有觉察 有些分开 你猝不及防 到头来 才明白 原来 人生就是一场不断遇见 又不断告别的过程 只有挥别错的关系 才有可能迎来新的转机 只有让过去的过去 才能让未来的到来 宫崎俊说 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 路途上会有很多站 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陪着走完 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 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 然后挥手道别 想来的确如此 人生旅途一场 人来人往 花开花谢 相遇是偶然 离别才是必然 正如歌中所唱 人生本来就是不断遇见 又不断告别的过程 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一程 那么 当一段感情不得不消散时 愿你能坦然地说句再见 互不打扰 减少联系 是成年人的得体与默契 愿你能在面对别离时 不沉溺于过去 不执着于挽留 愿你在经受岁月的波折时 能坦然告别 不纠缠 不打扰 如果 注定走散 愿你心怀感恩 不负不欠 彼此淡去 说白了 人这一辈子 无非一半是回忆 一半是继续 点个小铃铛 为你能用这一程的山水相逢 尽下一旅途的岁月无忧 你能用这一程的山水相逢